好 接着是我们的独家消息 油价双掌带动油电车热卖 前四个月狂卖了将近5000辆 比去年一整年卖的还要多 那根据最新公布的去年省油车的排名 日系油电车以每公升汽油可以跑26公里 蝉联省油王的宝座 不过这当中倒还是有个学问 省油却不一定是能够省钱 因为油电车它目前还是只能够回到原厂来进行保养 光是一次保养的费用就比一般车可能贵了上千块钱 大的小的圆的油电动力混合车 车管不断推陈出新 销售也是一只独秀 一到四月份累计狂卖进5000台 比去年一整年卖的还多 去年成长到5300台 今年我们预估预期会突破2万台 根据经济部最新公布的2011年省油车排名 排气量1800cc以下 日系油电车 以每公升汽油可以跑26公里 蝉联省油王宝座 只不过省油就代表省钱吗 记者亲自到民间保养厂 你怎么在收油电车 目前是没有 产面也没有这个设备 动辄三百万一套的油电车保养设备 民间连锁汽车保养厂坦诚无力负担 目前只能回到原厂去做维修保养 也因为采用专用机油 代价恐怕比一般的汽油车款还要高 车主想要靠省油来省钱 民间车厂估算 油电车比一般的汽油车 车价高10万块左右 以一年跑2万公里来计算 大约5到8年回本 如果跑到4万公里 可以缩短成4到6年 8万公里以上 最快2到4年就可以回本 也许现在油电车保养跟维修价格 都比一般汽油车贵 但随着市场慢慢普及 未来的价格还是有机会 越来越便宜 也威胁到传统汽油车市场 东南新闻众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